我基本上就还蛮喜欢这种 很古的这种东西 你喜欢很古的东西啊 对 然后也是有一次啊 我在那个 一个小商店里头吧 就看到它放在一个橱窗 那因为我觉得 我还蛮喜欢它这一块的一个感觉 但是你会戴吗 你平常会戴吗 你知道吗 我呢 原本就是一个像古代人 事实上我的时装 没有我的古装好看 你有古装片吗 有啊 古装妈妈吗 那些古装呢 还有更早更早以前的古装啊 所以其实你的古装分相很漂亮 对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很简单 其实如果你穿了一件 比较俗色的 素色的 民俗风的 然后一个旗袍式的 或者是上衣式的 其实是很漂亮的 其实我是会戴这种东西的 对 那我就不晓得说 对 我当初好像 我看了很久还蛮喜欢的 然后可是那个老板就说 这个要一万块 对 那我就说一万块 那时候我身上也没什么钱 我就说我只有五千 所以你故意带五千块去买 就五千 然后 然后通常都带五千嘛 买菜钱啊 对 然后他就看我好像很喜欢 因为我在那边凹很久 你知道吗 我真的只有五千 要杀一下架吗 后来老板才说 好了 看你那么喜欢 对不对 那我就卖给你 真的 五千卖给你 对 你这样讲我们有点欢乐的 对 还没见他就这样讲 所以老师请 对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什么玉啊 老板我告诉你 老板我们跟你讲这是什么玉 没有 没有啊 对 反正你这是以你 荷包的钱来做杀架的标准 不是以物件 对 而且有时候我买东西会 以我看上的第一人的感觉 喜不喜欢的 很直觉式的买东西 对 我刚才说 说这个为什么要用三千 因为这个 心目中的女神来的啊 当然算便宜一点啊 对不对 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李老师你一向六亲不认的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 然后你看这些珊瑚也不错 这是珊瑚啊 对啊 这是珊瑚啊 这是珊瑚喔 那就给他咯 请建价 一万七千元 这个喔 它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叫做 阿卡红珊瑚 你看这有白白的有没有 白鑫 有真正亚洲产的珊瑚 这几年长很多 对啊 我说如果是珊瑚就够了 是啊 然后这个小珠子 都是珊瑚做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配件 大约我算起来要五千块钱 然后这是一片和田白玉 和田白玉 那和田白玉它里面抑郁很好 这个蝴蝶代表福气 然后呢 因为它有雕刻 一些雕工 它本身没有瑕疵 只是颜色稍微不那么白 是 但是它油性够 但是它比较扁一点 对 所以我看它差不多一万两千块 它这个是老的吗 是老件 是老件喔 所以加起来 一万七千块是这么来的 我觉得不错啊 妈妈真伟白啊 这很好啊 对不对 原来我也有这种眼光啊 真是太难得了 没有这个天分 是...